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o 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的单元是鲍克之轮3分钟 用约莫3分钟的时间介绍宝可猫卡 这系列的属性打手副本 是针对环境内的主流宝可梦 所作的属性克制专题 如果本身就是斗属性的牌组 不配在这个系列的范围内 介绍过了起源帕鲁奇亚VSTAR的雷属性 以及梦幻MIMAX的二属性 今天来看看环境里输两不输梦幻 阿尔周斯VSTAR的斗属性吧 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 还没订阅的话可以帮忙订阅一下 觉得天线影片做得很辛苦 想要donate的也可以加入会员支持哦 看到这次的主角阿尔周斯VSTAR 记住HP280点 宝可梦V落点为斗属性 接着看到能突破他的斗属性 宝可梦们 1. 吉格尔德 挂父在放逐牌型中 用幻想门来及时做出 有拍过微量发生来介绍过 招式需求为一斗两无 在能量配比中投入两颗都能即可 2. AR战马兰特 一样挂父在放逐牌型中 偏向AR雷弓最累 能量需求多位重复的牌型 在环境中VMAX的宝可梦占多数时 其地位会高过于吉格尔德 能量需求为雷斗钢 以雷弓构筑为例 调整两颗都能即可 3. 剑草贵妇 能挂父在索罗亚克box的构筑中 运用双子能量输出 想要弃绝阿尔周斯VSTAR的话 需要累积气牌去打死一只宝可梦 4. 匹斧螂 有边于大树斩的匹斧螂 这张出处为 路卡丽欧VSTAR骑士组合 同样可作为索罗亚克box的选择 相较解草贵妇 不需经过累积气牌去的时间 对手备战4张 加上讲究要带 或是对手备战5张时 只能将阿尔周斯VSTAR解决 在未来 如果有出现巨前螳螂YX的话 也是个能轻松投入该牌组的 斗鼠性打手 5. 喜翠橘蛇塑肖 主要挂父有洋两人木木肖 且有空间放到神奇糖果的排行 招式本身无需能量就可以使用 要弃绝阿尔周斯VSTAR的话 需要其身上有4个伤害指示物 6. 爱露雷朵 新的强化扩充包 白热奥秘宗 登场的强势的抽虑 奇鲁莉安 这张爱露雷朵 只要在对手场上有2只宝可摸B 加上讲究腰带 就能将阿尔周斯弃绝 能量需求为两个无色 不管在哪个属性的构筑 都有机会使用 7. 加热闪电鸟B 最简单就能投入 来应对阿尔周斯VSTAR的选择 遇上一般阿尔周斯BOX 大多能直接使用一斗来输出 存阿尔周斯的话 则需多一颗能量 但也是大多数排行 相对简单投入 即达成的 8. 喜翠聚色素小VSTAR 一斗两无的VSTAR选项中 另有路卡利尤及化石翼龙可选择 不过这套进化前的喜翠聚色素小V 也能来应对大奶罐这类排行 可说是选项中用途较广的 虽然想运用落斗来弃绝阿尔周斯的话 可能还要先过土龙弟弟这关 不过如果是现在环境中 若阿尔奇拉蒂娜或阿尔周斯BUS的话 有土龙弟弟的机会大幅降低 大概仅剩少数的纯阿尔周斯有机会投入 另外也能顺便打到 起翠索罗亚克VSTAR等排行 都属性打手来说 还是值得去思考的 好啦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欢迎留言与大家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 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影片结束 拜